1. 什么是美丽病 当女性的情绪完全受控于尽忠自己的样貌 导致她们难以顾及生命中的其他面向 例如自觉不够漂亮而拒绝出席特定场合 开会时和同事比较身材而分心 不愿意公开穿泳装而不能和孩子一起游泳 逼迫自己向文化中的美丽标准靠拢等等 2. 美丽病的影响 一旦美丽病发动攻势 女性的美丽意识便充满了心灵空间的每一寸 自我监督也成了家常便饭 眉毛会不会杂乱 睫毛均匀吗 眼影会不会太浓 眼线会不会太粗 彩虹会不会不自然 唇彩很吓人吗 自我监督不断发展的副作用之一便是羞耻感 羞耻感会进一步带来外貌焦虑 而外貌焦虑尽可能强化自我监督 借以提升安全感 逐渐形成周而复始 老不可破的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 为了维持所谓的良好状态 女性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不可深属 化妆品与保养品一向是购物清单上的常备项目 出门前的妆容整理更是一般女性 每日不可或缺的重点时段 最后一点 为了向文化中的美丽标准靠拢 以过于激烈的方式 例如节食 减肥药等改变体型 反而影响了自己的健康 三 如何摆脱美丽病 众所周知 媒体是助长美丽病的重大推手 因此 认清媒体资讯可能是扭曲的现实 是远离美丽病的第一步 其次是转移焦点 思考美丽以外的话题 例如生活目标 人生梦想 或是兴趣爱好等等 最后 将对于身体形态的重视 转化为对于身体功能的重视 试着去理解身体功能和身体外形 赎亲赎众 找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病痕 后继 作为一名中年男性 也曾因美丽病而沦陷 认为轻瘦才能算是体型良好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才慢慢理解体型是否理想 基本取决于个人的生活形态 特别是开始从事路跑活动之后 虽然有一阵子瘦了一些 但长期以往体型 则会慢慢的稳定于一个大致的范围内 相较于以往过于执着于特径的体态 近期才发现轻松的生理状态 或许才是比较有意义的 与观看这段影片的各位共勉之 喜欢这部影片的各位 请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并开启小铃铛 有空也可以分享频道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